白達通出賣市民私隱約4,400萬 白達通公司被人踢爆出賣客戶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天就展開聆訊 白達通公司承認由2002年到現在 曾經賣客戶資料給6家公司 包括信樂環球保險公司 短短4年之間白達通已經賺了幾千萬 是由2006年1月至今年的6月 白達通獎賞和白達通廣聯 我們是總共提供了197萬個人客資料給參與的商戶 而每一個商戶平均是聯絡客戶1.7次 而白達通獎賞和白達通港聯兩家公司 在這段期間的收益是4,400萬 不過今次之後承諾不會再賣客戶資料 也會和兩家合作的商戶提早終止合約 我亦都再一次和香港的客戶和公眾說一聲 我們白達通自以衷心的協議 港鐵有責 港鐵有責 白達通有罪 不過有議員就很不滿意要求用特權條例 逼白達通公司提交更多資料 究竟我們每一個人的資料賣了多少錢 賣了多少錢 把我們的資料轉移給第三者 第三者是把我們的資料轉移到英國 甚至其他地方 我們完全不清不楚 而信諾就說手頭上有4萬6千個白達通客戶的資料 否認是用錢買回來 承諾如果和白達通終止合作 就會將所有客戶的資料銷毀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吳斌在聆訊那時 還拿了個4吋的放大鏡出來 看看白達通日日照的表格 說上面的條款有細又長 市民根本很難看